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英国恐怖片《薄力庄园惊魂》 影片一开始是战争的场面 男主腿部被弹片刮倒,于是腿居二线 薄力庄园是一个工人的鬼屋 这一天,红衣女和一个老头见面 这个老头是唯一相信他讲述的故事的人 然而红衣女也没有完全的讲完这个故事 因为他还有一个跟他一见钟情的男人没有讲 老头请他讲完整个故事 瘸腿男主是一个军人,他租了农场主的一栋房子 男主一个人腿脚不变 然而他还是坚持一个人打扫完了整间屋子 他打扫完屋子四处乱逛,逛到了一处老房子 突然出现了全身黑衣服的人,然而男主没有看到 男主在屋子里破一密码写了一整天 期间找到了一张女孩子的照片 他睡着了,突然有一双血手慢慢的靠近 接着他又突然消失 白天一个金发女孩给男主送了一箩筐好吃的 男主没有全要,只拿了几个 晚上男主继续破一密码 然后他就做到了那个血手的噩梦 白天他就在外面晒晒太阳看看风景 然后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坐在书桌前工作 房东黄毛来找他,问他住的怎么样 他问为什么那个女孩觉得这个地方很可怕 房东回答说,这里是一片废墟 有一个教堂,他也许可以去探索探索 这天男主在睡觉 被站在身边的看着他的金发女吓了一跳 他们在屋外聊天 金发女说,他父亲被吓到睡不着 他们聊起男主的工作 男主说,他不能说 男主再次问金发女他到底在害怕什么 金发女怎么也不肯说 但是他已经害怕的,抖成筛子了 接着男主去河边洗个手 跑到废弃教堂,却听到了歌声 看到了一个一闪而过的身影 还再次做噩梦 看到那个可怕的那脸东西 这天又来给男主送吃的 他觉得男主一晚上没睡 问他是不是看到了那个东西 男主说了一段他听到的话 问金发女是不是也听过 金发女说是的 他还看到了修女 这下金发女终于肯答应 告诉男主他知道的事情 男主请金发女到屋子里去 金发女说 他看到过不止一次 他说伯利终于起一次火 那片区域那个地区都有些问题 他看到那个修女 那个修女让他什么事都不要说出去 然后他还是说出去了 所以他觉得他会出事 金发女害怕的跑了 男主再次拿起了那个照片 男主受到了惊吓 这一天他的长官来监督他 发现他身上有淡淡的酒味 他们怀疑他是否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因为男主对语言的天分 所以他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 然而因为他腿疼 所以是不是都要喝酒来镇定神经 所以长官让他好好工作 他还有五个月的时间 这天男主又再次梦见跑到了废弃教堂 又看到了修女 然后被吓醒 他在地上找到了可怕的东西 然后想把那个东西扔了 谁知道那个学手悄悄的在他手上 抹上了点血 这天农场主又跑过来 看到男主又在睡觉 挨一身酒味 农场主非常生气说 现在再发生战争 你不可以如此懈怠 男主实在没有办法 这里确实有一些真正可怕的东西 于是写了一封信求助于光头男 光头男就来男主这里做客 他说 那个照片上的修女还是活着的 光头男一开始还不相信 他认为这是他的幻想 光头男相信 伯利庄园的一些事 然后对男主所经历的 他说他还要调查一番 因为他说男主是个酒鬼 他还说 男主必须接受医学治疗 男主恳求他在这待上一个晚上 如果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那么自己就回到美国去治疗 光头男询问男主身上发生的事 男主说 他在战争中逃跑了 然而他的上司认为他 只是被德国军队分散 还奖励他的勇敢 因此他心中时常还有愧疚 然而他认为他只是个逃兵 夜幕马上就降临了 男主照旧做噩梦 光头男醒来没有找到男主 于是出去找 然后光头男果然也看到了一个修女 不仅如此心脏还受到了打击 男主再次回到那个梦境 走向那个女人 当他们正要手牵手的时候 男主惊醒了 光头男跟他说 也许他的事情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那个西装男来做客 但是男主怀疑他的身份 光头男说 这个男的是来帮助他的 光头男说 这个男的是他最信任的一个同伴之一 他们说 这个修女是一个怀孕的女人 她最大的执念肯定是仇恨 西装男指挥的男主在他的梦里 和那个女人建立联系 男主看到了他们两个被谋杀的过程 修女不是来报仇的 她是想要来获得帮助的 男主在梦里和影片一开始的红发女 携手帮助那个修女 跟随他的指引来到一棵树下 影片的最后 男主让修女安息了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